大家好 不是蒙不過降 不是蒙人不露相 歡迎各位再度收看股市門道 好 今天這個大盤開高之後震盪走高微盤 收盤涨43點 創這一波反彈 反彈以來的新高價 那昨天我跟各位談過 三個重點 對不對 再來就是單時間 價位 再來就是成交量 看有沒有異常 我今天一樣 從這三個部分 來跟各位談 大盤指數的部分 今天進場去放空 那為什麼今天要進場去放空 是有原因的 我不是亂空 我要去做空 一定要有我做空的原因 不是因為它短線長多 短線長多它可以再長 但是做空有做空的原因 那原因在哪裡 時間 我們來先講時間 這個大盤 目前今天收在什麼 收在9523 收在9523.73 離前波的高點 所謂的前波高點不是這個 這個是9532 這個是9593 前波的高點我指的是9593 離前波的高點 剩下幾點 剩下70點 會不會過高 不知道會不會過高 不知道 沒有人說一定可以過高 或者一定不能過高 我所謂的過高是指這個高點 我剛講過了 好 好 我們先把它假設這個大盤不過高 好 先假設這個大盤不過高 再來講過高 先假設這個大盤 9593點 9593點 不過高的話 會怎麼樣 先做這種假設 因為可能過高 可能不過高嘛 有沒有誰規定說一定會過那個高點 沒有吧 目前寫的上看幾點 那個都外資講的 目前說會到幾點 那個都新聞寫的 有沒有人說外資講的價位一定會來 有沒有人說新聞寫的一定會準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外資講的一定會來 新聞寫的一定會準 台灣不會有人賠錢的啦 我講的有沒有道理 我們都看報紙看新聞 聽外資講什麼 大家都賺錢了嘛 這麼多年下來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說會不會過高 那個是主力的事 不是我們的事 那也沒有人規定一定過高 也沒有人規定怎麼樣 一定不能過高 那目前還沒過高 我們就必須怎麼樣 先假設 假設再來就是求證嘛 是不是 假設不過高的情況是怎麼樣 好這個就是第一個部分 我要跟各位談的 假設我們先把它假設 不過高的話 各位投資朋友 沒有價格的觀點就在這個富君 這個9523 差不多啦 大概就是這個數字 你說多也多不了多少 少也少不了多少 大概就是這個數字附近 9523這附近 大概就是在這附近 我拿筆畫一下 不過高的話 大概就是在這附近 這是不過高的情況 好 不過高的話 大概就在這附近 那很簡單嘛 明天怎麼樣 明天收回轉折 明天就收回轉折 明天就收回轉折 這個中線也一樣喔 這一張 大盤周線圖 上個禮拜五 禮拜五我送給各位的 禮拜五我送給各位的 有來拿的可以拿出來對一下 我寫了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在這裡 不過九五九三點的話 下個禮拜 時間轉折 就會在這個禮拜 但是呢 但是怎麼樣 我把它折得乾淨一點 但是這種走勢 這種走勢 必須搭配什麼 搭配價格的確認 必須搭配價格的確認 所以說呢 假設這個大盤 不過九五九三的高點 這禮拜 時間轉折 這個禮拜 它要收回 好 那這個禮拜收回 還有一個條件喔 還有一個條件喔 要怎麼樣 要搭配價格確認 這個叫做什麼 時間轉折跟價格的確認 確認這個高點是高點 那至於價格的確認在哪裡啊 這就要來最高了 這就要來最高了 這不是我等一下要說 等一下我要說 還有另外的價格 那個我們等一下來解釋 所以呢 第一個 是大盤過或不過高 那我剛講過 我們先假設它不過高 如果說它不會過高點的話 轉折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就是轉折了 這個禮拜是轉折 周限 但是這個要搭配什麼 我剛跟你強調喔 這個不是只有收回而已喔 這個還要搭配什麼 還要搭配價格確認 為什麼我寫了之後又畫一條 就是還要搭配這個 來拿取資料的人都知道 這個就還要搭配價格確認 這個是周限的部分 收回還要搭配價格確認 好 短線 短線 我剛講 不過高的話高點就在這裡了 明年收回轉折 這個叫做什麼 短線的轉折 所以我說短線有短線的轉折 中線有中線的轉折 長線有長線的轉折 那上一次我跟各位講 短線的轉折在哪裡 在去年底的12月29號嘛 是不是告訴各位我先跟你預告時間轉折快到了 對不對 跟你預告什麼 預告反韓波的高點就在這裡了 所以我才經常去放空 我們不是隨便空嘛 對不對 然後呢 中線的時間轉折是不是告訴各位什麼 告訴各位 下週會收黑 那下週有沒有收黑 一直到什麼 一直到 上上個禮拜1月16號 我才跟你講下週可收黑也可收紅 收紅會過9338 那有機會講 換前部高點點 下一個時間轉折 那是不是禮拜二就告訴各位 上個禮拜二就告訴各位 等下一次的時間轉折 因為怎麼樣 因為周限會收紅嘛 是不是 所以才告訴你這個空單我全部補掉了 我們都賺錢喔 這樣子的 我們賺了5萬4喔 對不對 最小的單位計算喔 沒有被高到空喔 那大盤是不是從這裡一直長長長長長長 我們是找盤 低一點就補掉 補掉之後大盤就一直往上漲 沒有進場去放空過 只有今天進場去放空 那為什麼今天進場去放空 我剛剛跟各位講過原因嘛 第一個原因 不過高的話 高點大概就是這裡 那明天就會收黑轉折 但是 是不是這個高點就是高點 那個要怎麼樣 需要怎麼樣 需要這個禮拜收黑 第一個條件 第二個條件還要大價格確認 這樣聽我的意思啦 聽不就聽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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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就不要聽 如果認真好清楚就是這樣來上課 這樣你就了解了 就知道原理在哪裡 好 第二個狀況 過高的話 過高的話 假設這個大盤 要過這個高點的話 我認為啦 我認為啦 我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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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會怎麼樣 也會先拉回修正 為什麼 因為量能結構 量能結構今天有沒有異常 今天沒有異常喔 昨天也沒異常 好 但是問題來了 這個大盤 現在 就是啊 面臨這個關卡 對不對 那這個關卡 各位投資朋友 連續這兩天的成交量啊 它來相對來比較 它沒有異常 可是它是怎麼樣 它是萎縮的 那這一段啊 這裡啊 各位投資朋友 這樣簡單說了 這裡啊 9500以上 9500以上 除了這一根異常大量 主力的出貨量之外 除了這裡之外 這兩千幾億啦 你看嘛 1200 1100 1067 1000 1000億 1000億 1245億 1300億 1100 1100 量能槽 全部都在千億以上 那 以目前這個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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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都沒有問題喔 但是這個量能結構啊 它要直接上去啊 挑戰 9593的高點啊 我告訴各位 機會不大 為 不然為什麼今天要放空 我說過兩種情況嘛 不好的情況 我考慮進去了 合不合理 合理嘛 我剛剛講過嘛 如果不過高 因為目前沒過高嘛 那有沒有人規定它 一定過高 沒有人規定 對不對 那沒有人規定的話 各位投資朋友 這個觀點就在這裡啦 明天就要收黑啦 這半空有利嗎 這今天立體去半空合理啦 不是說因為它起床啊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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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的情況 它要去過那個9593的高點 我剛剛也跟各位講過嘛 從量能的角度跟各位講過嘛 如果它後面要去過高的話 也會先拉回修正 因為量能結構的問題嘛 這是第二點嘛 我認為會先拉回 要過高也會先拉回 這是我放空的理由嘛 第三個 來到九千五啊 你這空短線 我認為風險不大 為什麼 縱使怎麼樣 縱使它上去之後 也會再下來啦 但是我認為那個機率已經不高了 所以才進場去放空 那會不會拉回呢 怎麼去判斷 這個就談到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是什麼 關鍵價 這個叫啊 主力要不要拉回 從哪裡 從價格去判斷 它要不要拉回 會不會拉回 所以呢 我今天寫了兩個數字 給你明天看滿用的 這個大盤會不會像我講的拉回呢 你明天只要看兩個數字 拿兩個數字 你可以拿筆寫起來 一個 一個是九千四百七十四點 九千四百七十四點 跌破 叫做什麼 叫做轉弱訊號 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九千四百四十三點 我講的是加錢指數喔 我講的是加錢指數 我不是講期貨喔 我沒跟你講期貨喔 我講的是加錢指數喔 九千四百四十三點跌破 就是什麼 就是確認回檔修正 所以為什麼今天就要放空 是有原因的 不過高 明天收回轉折 過高的話我認為也會先拉回修正 因為量能結構 那至於會不會像我講的拉回 明天你看這兩個數字就好了 至於這兩個數字怎麼來的 我剛剛講過喔 來上課你就會了解了 就了解說這價錢怎麼來 這時間轉折怎麼來 還是要怎麼認為 我明天說明天了 會太悶 那都有原因的 那都有原因的 所以為什麼要進場放空 是有原因的 不是亂空 我們沒有一天 漲上來每天逢高空 逢高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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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只有今天才進場去放空 那為什麼今天進場去放空 是有原因的 好怎麼空的 設價兩筆空單 尾盤當沖一筆 留一筆空單 尾盤當沖因為尾盤往上拉 所以我們當中那筆是賠錢的 一千四百塊 兩千八百塊 用最小單位去計算 那一筆留著 為什麼不兩筆都留 沒有為什麼 風險控管 我們不是來賭行情的 縱使我認為這個大盤 這個大盤 短線會拉回 不管尾盤往上或往下 我都會補掉一筆 我講過了 我們不是來賭行情的 也不是來賭博的 不是說一次四筆啦 五筆啦 賺錢你賺很多 沒錯啊 有沒有想過賠錢的時候 你可能一次就畢業 所以很多人這種操作模式 我認為是不應該這樣子的 就我的看法 我沒有批評別人的意思 因為我們是來找機會 我們不是來賭博 如果你要賭博的話 如果你要賭博的話 你去哪裡 你去拉斯維加就好了啊 你去澳門也可以啊 對不對 你去韓國也可以啊 你還可以坐飛機出去玩一趟 何必在這裡黑板上賭 所以有這樣子的機會 我們去執行 但是風險要不要控管 要 我說我今天設計要兩筆放空都有空到 那一筆尾盤為什麼當充 因為怎麼樣 這個叫做風險控管 我們只要留一筆 對不對 留一筆沒有壓力 資金控管好 明天確認下去 再把尾盤補掉的空回來 再去做短線的價差就好了 是不是 這個叫觀念 投資理財的觀念 不是只有輸贏而已 你聽我的意思嗎 這個是我的操作理念 所以你認同我的 我們隨時都歡迎你加入我們的行列 我告訴你我怎麼操作 我的理念是什麼 你的理念跟我接近 你認為我的操作理念你能接受 非常的好 跟著我做 結果也會非常的美滿 好 大盤的部分跟各位講到這裡 等一下回過頭來 再來跟各位講講股票的部分 休息一下 那接下來廣告馬上會來 板橋三字頭 機會不再有 全民買得起的超級城市 超級城市 超級城市 顧得投顧 顧得投顧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顧得投顧 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 2578 3000 2578 3000 最用心的投顧 顧得投顧 當您投資失利 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意 顧得投顧 並值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起貨股票雙征兆 使您板敗為順的最佳利器 入會資訊專線 02 2578 3000 2578 3000 最用心的投顧 顧得投顧 切青菜不能用均勻 一隻槍 這樣很好賊 港鐵零零 寬天十番 沒水恩養的港中 使用潔水飆浪的產品 就可以輕鬆省水 幫小企業一起潔水 用行動來爭取水資源 節約用水 在生活的每一天 節約用水 好 歡迎各位繼續回到現場 股票漲跌的關鍵在什麼 在籌碼在誰手上 對不對 只要在主力手上 股票就會強者很強 因為為什麼 籌碼在主力手上就是有人做 沒人做 沒人做就是落者很弱 落者為什麼很弱 因為人家跑掉了 去年 十月過後 我再回來做這個節目時段的時候 我的代表作就是和望 好 就是和望 因為我跟你說最少五成就是五成 對不對 從我們進場買進和望 45塊 加碼 45.25 告訴各位什麼 告訴各位最少五成 今天和望是跌的 但是多少錢 71塊半嘛 對不對 這一波漲勢超過五成嘛 那為什麼 原因只有一個 因為怎麼樣 籌碼在誰手上 我問你呢 籌碼在誰手上 你去想嘛 是不是怎麼樣 強者很強 是不是 籌碼在誰手上 那和望之後的代表作 和望之後的代表作 會是這一檔 聚和望之後就是這一檔 這一檔股票 我跟你講過了 有人進去籌碼乾淨 股價進不是比低 這支股票 我認為為什麼 認為青菜的棄都可以起一倍 會起一倍嗎 我們拭目以待 這兩天 在整理 因為它漲一段上來了嘛 我們進場後 到現在現股15% 對不對 那我預估啊 有沒有漲一倍的空間 我們來看嘛 對不對 所以呢 你 現股15% 表示還有很多空間 你要把握 你像和望 你當初這裡沒把握 後來買你都會漲 都會漲啊 但是你的相對 漲得多 你的空間少 相對的我們反過來說 意思就是什麼 意思就是說 你還有很多的空間 但是你不是漲上來去追 你要利用它 利用它短線在整理的時候 這個會漲到過年 農曆過完年 這個屬於波段 你要利用它 剛好還在整理的時候 現在獲利 離我們進場15%的時候 趕快進去 你後面那個很多的空間 你才賺得到嘛 是不是越早進來 後面賺的空間越大 我剛拿荷旺的例子 跟你們比喻過嘛 對不對 你漲越多會漲沒錯啊 可是你的利潤 越慢進去 越慢進來 你的空間就越少嘛 所以我問你 聰明的是現在經歷的時刻 15%去買 還是等到期間 後面期間的時刻去買 我這答案很清楚啦 不用我解釋啦 另外一檔就是 中難增波段的 對不對 我說過今年它的產業底型 技術面產業 馬綠率各方面籌碼 這個我們去年底買 去年12月23號買的 去年12月23號 隔天只有一個指令 就是加碼 加碼完漲零板 對不對 然後咧 跟你說還可以去 賣加碼單 48.5 做短線差價 你原來買的成本 是不是下降到38塊 這個叫短線保護長線 普段是這樣做啦 股票也一樣 基數也一樣 所以今天不管 買半有漏沒有漏 都是先出條 明天出條一筆 漏一筆 明天會漏再加碼一筆 當中一筆漏一筆 還會再漏一筆 當中一筆漏一筆 沒有的就是賺一個 做一個低線 觀念都是這樣 股票是這樣 才有辦法做普段 不然你要怎麼做普段 對不對 那它有什麼 它有短線的嘛 那短線的我跟各位講過嘛 股票的部分 農曆年前 大家還是中低價股輪動嘛 對不對 目前還是這樣嘛 對不對 短線很好買的是雅電嘛 雅電我跟各位講過嘛 拉回是買點 它怎麼樣 它在打底嘛 它打這個底 打越角越好不好 好啊 你說它沒有漲庭 白人漲庭 好啦 我跟各位講 白人漲庭 來來來來 你來看 這漲庭 對不對 這有量喔 要漲有量嗎 沒有漲無量喔 重點是怎樣 你看他在這裡拌多久 喔 古廟水貝水漲庭喔 好彈大家都好好的人啊 所以說股票會漲庭不是 你說這鋼鐵股 好不好 我們來講雲層 這個電池庭 我問你 它今天也漲庭了 它這支漲庭進行 它整理多久啊 我問你 它整理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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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整理多久啦 雅光也一樣啊 你看它這支漲庭進行 這支漲庭進行整理多久啦 它這台拌多久才有這個漲庭 是不是 所以 還是中低價股輪動 但是你要利用它在打底的時候 你去買 你才有漲庭的機會嘛 是不是 不是說我今天給你買 我今天帶你買 今天馬上漲庭 拜託你 有那種人你要來找給我 我楊少海也願意跟啦 真的有的話啦 我也願意啦 不要說你啦 你了解我的意思吧 天啊 比較簡單的事情啦 講到陽光 順便再講一下 股票不是說漲停 今天漲停 明天就一定漲停 我問你 明天會不會繼續漲停 會不會繼續漲停 我寫了一個數字啦 一個價位45.4塊 45.4 什麼意思 因為不能公開股價的 預測股價的什麼 價位 這主管機關的規定 我沒有預測喔 我只是寫這個喔 我這個後面還有數字喔 還有字喔 這個字是什麼意思 這個是什麼意思 我寫在這裡 寫在這裡 我們明天再來看嘛 好不好 這個叫做價位 你了解嗎 所以說 過年前 倫動的族群 還是在中低下 過完年之後 還是會有股票 會有波段的行情 我跟各位講過了 我們那一檔 有機會賺倍數的 對不對 還有什麼 中端爭 還有一個 今年題材也很多 也有機會賺 讓你賺到波段的利潤 所以過年前 低中低價股輪動 輪來輪去的 這個是什麼 這個幹嘛 這個先賺紅包 對不對 你有資金 沒時間看盤 你有你的專業領域 投資理財的事 交給我 告訴我資金有多少 我親自幫你規定 親自幫你服務 沒有資金的也沒有關係 我們有什麼 低價的快速打擊部隊 先賺紅包 再賺財富 有興趣的投資朋友 歡迎你 跟著我就對了 謝謝關西講到這裡 我們明天再會 拜拜 好 誰說了散 我是物流專家 讓全球熱愛MIT產品 我很好 非常好 我是Dr.Beauty 讓世界都變美 我是Happy達人 讓香蕉皮變成抗肉欲保健食品 自由經濟市場區 才是台灣的潮 既在地又有競爭力 一起炒發 投資 投資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固德投顧都有期貨 股票雙振兆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務會資金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專業的投顧 固德投顧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固德投顧 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顧 固德投顧 當您投資失利 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意 固德投顧 秉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起貨股票雙振兆 使您坦敗為順的最佳利器 入會資金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挺你的投顧 固德投顧 錯得功倍啊 我已經找到合格業者 將我那顆被污染土地整治好了 但是最近有一個神秘人 要用高價租我的地 我還沒到做一 土地亂租給不明人數 真會那麼老 有些人效業者 會租土地來望租了揮華會氣霧 所以土地除了不能亂租 地主還有常常巡邏出出的土地 哪不會造成污染 地主還會變得被關 而且最多可以活到300萬元 行政院防禦保護署 歡迎收看 越南東家羊肉爐 常溫保存 精燉湯頭 特選羊排 訂購專線 02-2726-1031 2726-1031 裝半天了 到底行不行啊 師傅還要多久啊 好了啦 這支不用裝啦 蛤 這支不裝 液氧化彈出不去 會死人耶 熱水器要請 合國的技術室安裝 完工的時候 要請它在熱水器上 張貼施工標籤 而且每次安裝或維修情形 要登展在施工登錄卡上 網站還有更多知識喔 好